早就看不见 大 喂 伯伯 你怎么出来了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张姨还没消息 没 她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呢 你还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这不应该呀 爸 您别掏心了 张怡会照顾好自己的 他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一个人回家 要是出点事怎么办 对了 有件事 我想问问你 什么事 就是您对张怡 是不是特别有好感 爸 您别多想 我是看您跟张怡数得不错 顺口这么问问的 我跟啊 你妈妈走了以后 我从来没有想过再找个老伴 有你们 有可烦我就知足了 你再说了 你妈在世的时候 杨永和她关系一直就出不好 我再找个老伴 我还不够生气的 可是这一段吧 我和张怡相处 我觉得她人特别好 和她在一块 就像和你妈妈在一块一样 我这心里就特别踏实 就有着了 我说心里了 平常你们上班的上班 上学的上学 这家里就只有一个人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知道了 爸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不是 你看吧 张怡这段伺候我 我伺候你 在家里什么活动啊 那么辛苦 我真的挺跪不去的 你说她走了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在哪都不知道 我能放心吗 刘云 你觉得你大嫂对劲吗 我怎么总觉得她不对劲啊 您甭想那么多 咱啊既来之则安之 我安之不了啊 不管大嫂怎么对您 您都接受 这叫以不变应万变 姜妹 这老房子 好像时间都没煮人了 要不然今天晚上 我陪您住一宵 那 你要不回去 家里人会不会不高兴啊 没事 我待会儿给文凯打个电话 就成了 那太好了 咱们才回来呀 我这不加班吗 我给你拿饭去 喂 小妹 小妹 啊 理解理解理解 行 那挂了 刘云妇回来了 她说她要陪张一一晚上 说那老房子很久没人住了嘛 她担心张一害怕了 哎呀 我觉得您这媳妇啊 是真孝顺哪 您有牌吗 嗯 孝顺不到正地方 行了 对您也不错了 那她体谅张仪 孤家寡人呢 您呢 还要说满堂呢 有得比吗 哎呀 有时候我想想我就生气 你说这什么事呢 过去呢 都是这个老年人阻止年轻人的婚事 哎 现在可得好 这年轻人不容去老年人谈恋爱 真是的 你说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自私 你说你光允许跟自己谈恋爱 就不允许我们老年人谈恋爱 您放心啊 您也要想谈恋爱 我跟王文学举双手赞上 得得得得 我这是替你张仪说话 哎 我觉得这会儿啊 孤刚肯定跟她老婆在谈判 不是 你怎么知道呢 掐嘴就算了 爸爸妈妈 我吃饱了 吃饱了回房写座位置 一会儿爸爸检查 哦 爸爸妈妈 慢慢吃 要不咱们谈谈啊 谈什么 谈谈你爸 行啊 想说什么你说 你爸到底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就想张仪回来 如果他不回来呢 杨宇啊 张仪把咱爸照顾挺好的 两人处的也不错 你为什么非得让人走 你爸就是鬼迷心窍了 他有什么好吗 不就是会做几个菜吗 假设 假设 假设张仪跟咱爸之间 如果真有感情了 这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接受 你凭什么不接受 你凭什么那么偏执 凭什么那么自私啊 好 你要想成全你爸 行啊 那咱们就离婚 自己看着爸 杨宇 你说什么你 什么离婚呢 你知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你 我回来啦 文凯 妈 我给你买个焦点了啊 我在外面已经吃过了 呦 你那忙外忙里的 一碗水端了还挺平嘛 不急 不急 征求张仪的意见了吧 嗯 怎么说呢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还挺深啊 哼 听不懂啊 顺其自然的意思就是 顺其自然的意思就是 不强求 也不绕着道走 懂懂我懂 行 我上班来 你多吃点啊 够了够了 好 睡吧睡吧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妈妈爱你 妈妈喜欢你 来了来了来了 贝贝贝喝水了 你怎么那么慢啊 她都睡着了 睡着了 哎 对了 你刚才说 张仪回来了 对啊 怎么了 她从哪儿回来的 这个 二姐没有仔细说 她只是说 让咱们有时间去老房子看一下 张仪 又回到老房子住了 是啊 哎 这倒奇怪了 大嫂怎么会让张仪 出回老房子呢 她可能良心发现吧 不管怎么说 你上次出事了 大嫂还是去医院给你赔不是了 是吧 我从来不会相信 大嫂会真的给我赔不是 也不会相信 大嫂会改嫌规证 把房子让给张仪住 那要不 咱们有时间过去看看 等孩子满月吧 嫂子 月雪 我们美容院搞活动做促销 那你跟杨宇谈的结果怎么样啊 不是很理想 杨宇她是属于那种 很坚持己见的人 以前我妈在世的时候 她跟我妈就出了不少了 所以这次这件事情 她的态度很坚决 坚决 什么意思 她的意思 让我二选一 也就是说如果张仪跟我爸结婚 她就跟我离婚 当然 这事呢 我还是会再找她谈过 再怎么说我爸她都六十几岁了 还有几年好 当然我希望她能过得快乐 过得幸福 不过万一到时候杨宇还是坚持她的想法 那就算了 我能怎么办 可是顾哥 如果因为这件事你跟杨宇谈离婚了 那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 而且你想 你这样做 张艺和顾叔叔就能走到一起了 不会的 张艺会有一种负旧感 而我 我的心里也不会好过的 因为毕竟张艺也是我的家人了 那你说 我像人家怎么办呢 我只能二选一没有其他选择 顾哥 我觉得 你跟杨宇之间 应该再多做一些改变 比方说 你应该主动地创造一些好的环境 好的氛围 你再多给她一些温柔 让她感觉到 你很有诚意的爱 你别去生命的面临她 说不定 她的态度就不不滑了 爸爸我回来了 伙伴 回来 你怎么做饭了 是不是咱们家来客人了呀 不是 这不是你张奶奶走了吗 也就不太吃饭 新来的保姆做饭又不好吃 所以爸爸知道自己做好 哦 他这是赌气 他当爷爷的人呢 都跟孩子似的 走儿子 对了 又会我到医院里 给爸送饭吃 张爷 嗯 顾叔叔叔 顾叔叔 是不是特别喜欢吃年包的素饺子 他就喜欢吃韭菜鸡蛋馅的 一回能吃二十多个呢 哇 那要不要咱们给他送一趟过去啊 那要不要咱们给他送一趟过去啊 不要了吧 人里有儿子儿媳妇的 饿不着 张爷 您可不能这么说 我听顾刚说啊 自从您走了之后 顾叔叔差点就绝食了 谁给他做的吃的吧 他都不爱吃 真的啊 嗯 顾刚呢 只能骗顾叔叔 说您回老家去处理事情去了 所以这顾叔叔吧 就天天的等啊 盼了 等着您回去呢 我是不回去了 诶 张爷 要不然 我给顾叔叔送点饺子过去 咱就当是可怜的了 怎么样 行 哦 对了 你拿生饺子过去 医院旁边有个小饭店 跟人家说说 在那儿下 下好了给他端过去 行 我呢 打个车过去 我保证顾叔叔吃上 热腾腾的饺子 我去给你拿袋子 来了 早 我给张爷送点鸡汤 你 你 你放面子来了 张爷 我给你炖个鸡汤 炖了一下我 最后整了我们这儿包饺子 这人干嘛呀 王可 王可特别爱吃张爷包的酥香饺子 我给他送客了去 你陪着张爷啊 一块儿包饺子聊天 我马上就回来 你去吧 去吧 张爷我给你盛一碗 冷鸡汤 可鲜的 谢谢谢谢 又说谢 不许说谢 顾刚 我让你找刘云 你找了没有 爸 您先吃饭 吃完咱们再研究这个问题 咱们先说清楚 你到底找刘云了没有 你别糊弄我 爸 我这哪敢糊弄您呢 您先吃两口 吃两口 行了行了行了 我都清楚了 你现在就去找刘云 刘云不来这饭我绝对不吃 顾叔叔 刘云 我来看您了 对了刘云 有张一消息没有 你看他干嘛 我问你呢 还没有呢 我估计吧 张一事可能挺多的 嗯 我听顾刚说 您这两天吃不下饭啊 我就包了点饺子 那 您尝尝 我不吃 爸 这刘云特意为您准备的 您吃点 顾叔叔 您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呢 这要让张一知道了 恐怕就该有点伤心了 您想啊 张一在医院照顾您忙前忙后的 脚都不离地 为的是什么呀 就是为了让您早一点出院 您出了院之后呢 他在家里照顾您 那不就轻松一点的吗 您这么不听话 是不是就想让张一多累几天呢 请跟张一唱反调 我说刘云哪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能说会道 我吃好不好 好 我吃 不好吃啊顾叔叔 好吃啊 好吃 好吃就行 好吃的话明天我再给您送 真的 真的啊那还有假啊 那刘云哪 明天我不吃饺子了 那您想吃什么 我摘红烧肉了 您给我做红烧肉行不行 行啊 没问题 好啊那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好嘞 明天红烧肉 那您慢慢吃啊 我还有事呢我先走了 好 来顾哥你送一下 不用送了 你自己就可以回去的 不是我爸都交代了 我送你吧 那好吧 我走了顾叔叔 记者啊 红烧肉 一定的 快 太没成就感了 你看你 随手包几个水饺 我爸吃得开心的 这我呢 精心做的几道菜 他一口都不碰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质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目非 是张仪 水饺真是张仪做的 那还能有谁啊 真是为难张仪了 好事多磨 好事多磨 对了 那你明天 接着给我爸送饭吗 继续 张仪您是不知道啊 你上次离奇出走之后 哎呀 这大家人就跟开了锅死的 隔三吵着就开家庭会议 商量着怎么找您 去哪儿找您 尤其是我们家刘仪 哎呀 上心极了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热锅上的蚂蚁 谢谢 谢谢 这不应该的吗 哎 张仪 您这些日子可能碰到好多人 好多有意思的事 能跟我讲讲吗 我看看 哦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怕你们等着急了 刘仪回来了 啊 我去下饺子呢 那我就等着吃饺子了 来吃饭了 来吃饭 哇 哇 这么丰盛啊 嗯 什么情况 这不这两天张仪不在吗 大家都没吃好 咱可烦小宝贝现在正整个 能耽误吗 所以我从公司提早下班 我还多做几个菜 爸爸 是不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啊 我就多做了两个菜 就是结婚纪念日了 那会不会来什么客人呢 也没有 没有外人 就咱们一家人 专程为你做的 嗯 那吃这饭总得有个理由吧 没什么理由 就是肚子饿了 想吃饭呗 来 对了 我还准备了特别好的红酒 我也要喝 你不能喝 为什么 你得长大才能喝 知道吗 哦 来 为咱爸的康复干一杯 来 开动了 嗯 宝贝 你最喜欢吃的啊 我还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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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谁的啊 当然是给你的 给我啊 为什么 是吗 你忘了 今天是你们俩第一次相识的日子 你都记得 帮我戴上 我 我不会 那我也要 我试试 好看吗 当然好看 你都五年没送我礼物了 你平常喜欢什么东西 我哪样没买给你 那能一样吗 你主动买给我礼物 证明你心里有我 谢谢老公 谢谢老公 还不睡 今天高兴 一点都不困 那我给你商商件事呗 你回想一下啊 咱们结婚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任何一件事对吧 但是今天有件事我想求你 你是希望把张仪接回来 对吧 其实你不需要问我 你已经打好主意了对吗 你不是啊 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所以你的同意很重要 看来今天的晚餐 还有耳环 原来都是慧了 我真傻 我以为你对我好 原来是我自作多情 你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张仪 为了你爸 而不是为了我 不是杨宇 干什么呀 这儿还很漂亮 也很贵 对吧 但是我带着不舒服 别这样 咱们心灵气和好好谈一下 你看 毕竟我爸那么大岁数 我希望他的选择 可以得到你的祝福 你是个孝顺的人 但我也不是一个薄心寡异的人 如果你真希望 你爸和张仪生活在一起的话 好 我退一步 但我有个条件 行 你说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他们结婚以后 搬出去 我不和他们一块过 什么 杨宇 我的情况你最清楚 我妈去世了 我就剩那么一个爸爸 你让他搬出去 太过了吧你 行 他们不搬 我搬 你 你 行啊你 大半夜你别闹了行吗 我没闹 当真要做是吗 好 我送你 行了 用不着你送我 你已经很有诚意了 杨宇 我觉得你出去冷静冷静也好 我为什么三更半夜送你啊 我是担心你安全 用不着 你今天晚上已经很矫情了 谁矫情了 杨宇 再怎么说你也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你不觉得你这么胡闹有损形象吗 我就很想冷静地跟你谈这个问题 如果你答应我 咱们现在回家 如果你不答应我 也行 你现在上车 我送你到安全地方去 不过我建议你 最好你是回你妈家住去 千万别给你妈找麻烦 你妈一个人挺不容易 用不着笑 上哪去 去酒店 钥匙 钥匙 上车 上车 沙包 公主 在小姐 需要点什么 给我一杯咖啡就好了 请稍微 谢谢 有点 需要一点小品 你需要一点什么 给我一杯咖啡就好了 请稍微 谢谢 好 谢谢 感谢观看 好 我先过去坐 喂 顾刚 刘雨 我想现在就把张一接过来 现在 两女同意了 没有 她走了 走了 我已经尽力了 可是现在把张一接过去 合适吗 那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顾刚 这事 我觉得你还是先沉淀一下吧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对以后跟我说处都不好 这两天我也乱糟糟的 这事先缓一缓 给我一点时间 行吗 这事先缓一缓 顾刚 这事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冷静地处理 行 我知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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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张一来了 对啊 张一跟二姐都来了 家里没什么菜了 去买点菜吧 哎 好好好行 我一会就去啊 主妻 别麻烦了 我跟张一马上就走了 是 刘云 你要是走的话 阿姨我可就不高兴了 那行 今天这饭我来做 主妻生孩子 我一直惦记着 可真到生孩子 我又不在身边 我来了 我做这顿饭 多少算是补上一点 好吧 啊 哈哈 这些菜你全做呀 嗯 哎 待会呀 你把那排骨汤给张一送回去 我亲自给他炖的 炖了两个多小时呢 朋友 我觉得你咋不对劲呢 我怎么又不对劲呢我 我也不知道 行了 别心思那么多了 让你送回去送回去 快点回来 挺快 什么 张一让楚清接走了 怎么了 张一 你说楚清他什么意思他 张一回来了我把老房子收拾干净 我把张一再接回来 那凭什么他把张一接到他们家去 也不跟我说一声 也许张一到楚清家看看孩子呢 也没准 一个孩子有什么好看的 行啊 你这弟媳妇呀 真是不简单呀她 什么意思 话里有话吗 现在现在根本就人事都说不清楚了 张一 你还真的要去楚清家给她带孩子去啊 楚清妈妈开口了 本来我也是应该去照顾楚清几天的 虽然我不是她的亲婆婆 可这孩子是你爸爸的亲孙女 对吧 好不容易大嫂要伺候你两天 您非要去受这个罪 晚上我再给你顾叔叔做点红烧肉你送过去 以后我到楚清这来 恐怕就没机会给他们做了 哼 啊 妈 我来吧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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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拿起来我生气了 怎么的呢 我没怎么的我怎么的呢 根据是 这不像您的风格啊 我妈从来我也是嫩气了对吧 这样对身体不好 有意见说出来吗 说就说 你说自从她张姨回来 这刘云根本就没回过家呀 在她的眼里咱们家是啥呀 咱们家就是饭店 她除了去她那个服装店就去那老房子 今天又带着她张姨去楚清家 喊您就为这事生气呀 其实我也不是生气 我的意思就是说呀 你呀你不能认着刘云 她对她张姨好我能理解 但是凡事不得有个度啊 她自己还有一个家呢 这咱们这家还有一大堆事需要她操办呢 理解一下吗 怎么着 晚上不回来了 在张姨家做饭 再给顾叔叔送过的 哎呀你搞什么呀 你到底要照顾多少人呢 连顾刚她爸你都得照顾她 行不行啊 而且我知道 好 晚上又不回来吃饭了吧 您看我不数了她来着吗 妈是这样的 这张姨呀明儿要去楚清家照顾楚清几天 所以她趁街晚上有空啊 给那个顾叔做点吃的 让刘云送回来 行你媳妇继续当红娘吧 妈这不革命还没有成功 我们还得加油嘛 折腾吧 你们就折腾吧 您看您看 心里不平衡啊 我怎么不平衡了我 您放心 等忙完这一阵 我让刘云带您到法廊 做一个很时髦的投行 再给您配一身漂亮衣服 行了行了 我又不谈恋爱 我打扮得跟老妖精似的干什么 说您心里不平衡还不承认 行行行 妈等这事过的了 我跟刘云好好伺候你 啊 你呀啊 你就是这个嘴好 哎我说哪话没兑现 别生意气 行 干活 行 那我把它叠下来 叶芳啊 你说实话 张一信你到底在哪 啊 张一他回老家到现在还没回来 啊 又一呢 啊 刚才你说有好消息 你可是又不告诉我 是不是张一出什么事啊 啊 你有什么难处啊 你都跟我说清楚了 张一 哎 真的在哪家呢 好的呢 就是省活的事太多了 一时办法再处理不完 你们哪 你们两个就和谐火的红我 我知道 张一根本就没走 上次的饺子 今天的红烧肉 都是张一做 我做的 真的是我做的 有你妈 张一做的我吃得出来 郭光啊 你早就说过 要请张一做我的专制保姆 你明天就把张一接了 哎 我都这个岁数 我还能活几年呢 我不就想过几天熟悉日子 怎么你们就不愿意了呢 你们 您别生气 你没这意思 那我知道 那就是杨宇 我想起来了 张一走之前 杨宇来找过张啊 这杨宇什么意思 哎 我找保姆爱他什么事 他有什么权利管我的事 我吃他了我穿他了 他凭什么把张一干走了 你别生气 杨宇他也不是这意思 你甭提他警示 杨宇想什么 我心里清楚得很 我知道 杨宇这几年对我是不错 可他为什么对我不错啊 他就怕我再找老伴 这人不能太自私吗 我找老伴爱他什么事啊 哎 就算爱他的事了 那我搬出去 我搬出去不就行了吗 爸 别担心 胡叔叔 没心气 我先当你们两个 把话说清楚了 我第一 要把张义请回来 那第二 我要和张义结婚 文凯 哎 刚从医院回来 啊 情况怎么样 我爸爸说明天要出院 而且坚持说要接张一回家 那就接回去呗 我跟顾刚说了 张一现在还不能回去 为什么 你想啊 张一现在回去了的话 那杨宇会怎么想 也是啊 那行那就先不急呗 慢慢来 是啊 暂时时间只能这样了 那你们早点休息 我回去了 你慢点啊 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别说顾刚他爸还挺有个性 所以说 现在最受难为的就是顾刚了 哟 听您这口气还挺心疼他 哼 我听你这口气 还一股子酸腐味呢 哟哟哟 哼 哼 来了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我来吧 张一 大嫂 老三 詹姨 詹姨我看看你來了 給你們買了一些水果 大早 怎麼有空來我們家啊 這不是好吃 之前沒來了嗎 我看看你 主要是來看看詹姨 坐坐坐 我說你考慮怎麼樣 我堅持自己的意見 反正我先跟你說 咱爸已經知道張儀是你趕走的 你跟他說的 我會跟他說這事嗎 咱爸猜也猜得到 張儀走那個下午 你不是去醫院找過張儀嗎 那又怎麼樣 我是咱爸的兒媳婦 對於家裡要來一個新的成員 我有權利發表我自己的意見吧 我不是你 百依百順的 我不能讓他這麼胡腳蠻纏下去 你說誰胡腳蠻纏 楊宇 我一直覺得你是個講禮的女兒 顧剛 我理解你想當一個孝子 但是我提醒你 不要被孝順兩個字牽著鼻子走 行了 咱們倆也沒什麼好談的 我公司還一大堆事呢 我先走了 我問你啊 就真這麼一直在外地住著了 對 顧剛 我知道 你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 我也知道 我這一走 要不了幾天 就會有女人黏上你 不過你放心 我不會打擾你的 明天 我會把我所有的東西 全部帶走 對 對